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7月1号星期四 老共最近一直在指责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说你看你们不指责我们新疆 指责我们香港 说你们也胡搞 说加拿大什么种族灭绝 对原住民搞种族灭绝 然后现在就开始指责美国 说实话 前两天我也说了 指责加拿大种族灭绝 我觉得你放在几十年前 一百年前可能还行 现在的话真的就不能算了 现在加拿大对原住民还是比较好 不过也应该对人好一点 其实美国现在对印第安人也比较好 也是说实话这么多年下来之后 心里多多少少都有点愧疚 不管是美国的白人还是加拿大的白人 对原住民是真的要有愧疚 这点来讲没有什么好说的 以前讲到中国 还有说维吾尔族就是中国的非洲业 说汉人就是中国的白人 对人有愧疚 当时我就说你不能这么说 对不对 汉人我觉得至于中国来讲 有点相当于美国的印第安人 或者是加拿大两个住民 所以你跟汉人讲这个没有用 对不对 我当时我就说 我说当年这片土地上 猴还没变成人的时候 汉人的祖先猴就在这了 对不对 汉人猴就在这 对不对 都是汉人的猴变成的汉人人 所以你别跟我们扯这个 扯的都没有用 对不对 皇帝还没打败吃油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了 对不对 汉人就在这片土地上 对这片土地来讲 它是有一种就是说 完完全全 就是汉人对这片土地 咱不说政党国家怎么着 但是种族 人种对这片土地 有这种就是说先天的 对不对 上帝赋予的这种所有权 这点你没办法 你给汉人他妈哄哪去 你给汉人哄一家都撒冷去 他也不挨着 对不对 所以 对 所以加拿大对原住民 其实我觉得老共反正就是 搅老婆车根子 拿人家就是恶心人家 知道吧 然后加拿大 好像当时还挺激动 激动什么的 这么多年的事都过去了 对不对 现在反正是讲一件历史问题 没什么意思 但是现在讲美国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讲到痛处了 因为美国目前来讲 是现实情况 是现在进行时 你懂吧 他跟加拿大 加拿大这事都过去 过去好多年了 人 当然了 也好像没有100年 有人跟我说 现在还采访 采访有一些原住民 原住民年纪大了 说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们一起在那上学 我的同学晚上被带走了 然后再也没回来 说明这没有100年 人还活着 好多同学还活着 原住民需要的一些学生 还活着 对不对 就是说在回忆以前 这些事还能够接受采访 这么说的话 也就是几十年 对不对 所以 如果那些人还没死光 那些原住民需要的学生 还没死光的话 加拿大也的确确 你也不能说这是过去史 你也得说 这是一个现代史 对不对 那么对 因为这个时间还太近 就是说必须抵视 就是说所有当时参与这些事的人 全部都死了 都不在了 都做谷了 这个就可以翻篇了 但现在来讲 还没有翻篇 当时很多年轻的小孩的学生 现在还活着 还在接受采访 还在揭露当时的事实真相 这样子来讲 他们只要有一个人还活着 这就是一个 现在情形式 就跟当年中国 还有朝鲜 他们在追讨日本的慰安妇 那么说实话 只要有一个慰安妇还活着 还没死 这事就不能够算是历史事件 不能完 因为受害者还活着 你该道歉道歉 该赔偿赔偿 这事没完 你懂吗 所以加拿大 他也是 我原先以为 这都是好几百年前的事 就让人都死光了 就没有赢 没有受害者了 现在看来还不是 所以反正这个事 我觉得加拿大后面看看 对不对 该赔偿赔偿 该道歉道歉 给点国家赔偿什么的 当然应该也给了 应该也给了 但是我看要不再多给一点 因为最近失手挖出来有点多 是不是老百姓心理出动比较大 中国当然就在山口上撒盐 这点来讲 当然这东西没法说 说中国不地道 你看人家出这种事 还在山口撒盐 中国说那么你也不地道 我新疆香港出了事 你不也在我山口上撒盐吗 你不但撒 对不对 你还把上巴给我揭开 撒完好不也好 你就给我揭开 再呼一层 对吧 就是说这意思 反正就开始 说美国 说美国 现在美国总统 就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鼓励并且默许 在美墨边境 贩卖走私人口 就是现在进行时 这么一说 你想想 还真的 你说对不对 说 就现在 美国 英国 还在 跟以前的北美殖民地 国家时期的时候 是一样 还在 奴役 走私 贩卖人口 说 包括美国 包括英国在内 目前的国家 就存在严重的 现代的奴役 和贩卖人口现象 说美墨边境 羁押的未成年人 生存的环境 跟加拿大等国 原住民的寄宿寻校 不一样上下 德州州长就宣布了 当时不是说 要求德州 关闭边境的 这种 非法儿童的收入中心 说的里边 乱成一锅粥了 各种的 大的小孩 性侵 小的小孩 里面就无法无天 然后 新冠来回传 当然不知道 他们小孩 传的死亡率 还不是很高 但是大的男孩 对小的女孩 胡搞 胡搞之后 被抓招之后 也不好弄 因为他们都未成年 但是你说 你几个 15667的 弄几个 十一二的 不能那么搞 乱成一锅粥了 对不对 德州州长 都不让搞了 说你拜登 这不是骂胡搞 这搞成什么了 对不对 然后 而且 中国说 美墨边境的 现代奴役和贩卖人口 受墨西哥犯罪集团控制的 这么一种偷渡行为 偷渡者冒险越境之后 在英美等国的家政 农业 种植员等20多个行业中 从事近乎奴役的强迫劳动 与美国 还有英国 他们几百年前 从非洲 截掠 3000万黑奴的奴隶贸易 可能没有那么狠 那个时候更狠 但是规模变小了 然后程度变轻了 但是结局依然很悲惨 这个说实话 大量的中南美洲的一些 这种就是说 讲墨西哥语系的这种 amigo这种语系的 这种拉丁裔的妇女 被贩毒集团 或者一些贩卖人口的这些舌头 贩卖到美国来 从事一些 就是说 你说是按摩 他那按摩带那种 happy ending的那种按摩 对不对 然后从事这种工作 然后被压榨 被剥削 这个基本上可以说 是一种性剥削 还有一些小孩 被弄到美国来了之后 协助贩毒 就是美国人管他们叫什么 叫骡子 是不是 开车帮他们贩毒 管他们叫骡子 那不就是牲口吗 对不对 这都是现实情况 应该是克林特伊瑟伍德 就演过这么一个电影 电影名字叫骡子 对不对 讲的就是帮墨西哥毒枭 贩毒 这非常有名 克林特伊瑟伍德非常有名 然后还有像什么 Bring in Bed 我们中国定名大名的 这种绝命毒师 很多人都听说过 这些经典美剧 这里面也涉及到很多 在美墨边境的这种 就是说贩毒集团 而且这些贩毒集团 一些墨西哥 一些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 这个嚣张 牛逼到什么程度 一个贩毒集团 拥有几万人的私人的这种军队 基本上的接近于一个小王国 有自己的飞机 驾驶自己的私人飞机 这个贩毒 有自己的这种潜艇 有自己的这种战舰 这简直就是说 跟一个小国家也差不多了 然后力量之大之恐怖 令人就是说不敢想象 有些人认为这些人 有一些人已经到了美国了 有一些墨西哥人到了美国了 不一定什么 也有哥伦比亚的 反正中南美洲的 一些拉丁裔 已经到了美国了 他已经拿了美国身份了 成了美国公民了 他为什么还要怕这些贩毒集团 他还有亲戚在国内 对不对 你看有一些中国人到了美国 你还有亲戚在国内 对不对 你有担心的 贩毒集团惹得起 你要那贩毒集团多狠 真的剥皮挖筋男的贩毒集团 你知道吗 你看看 有一个叫Kiki的 一个美国的一个缉毒警 他也是一个中南美洲裔 到了美国来 拿了美国国籍 加入了美国的缉毒集 回去缉毒 你看看他下场 你看看 吓死人 那贩毒集团 那是二八八的赶惹他们 对不对 你看一般人 对不对 你想 别说咱们不赶惹 那些墨西哥一更不干扰 墨西哥是还有家人 而且有的时候 他们虽然拿了身份 但时不时的 不还回墨西哥探个亲 对不对 逢年过节的 回去探个亲 你回去 他妈给你皮剥了 对不对 干扰 一般来讲 你看 不正经办法里边 这贩毒集团来了 有一些人带了美国 拿了身份 开了自己的小的企业 而且搞的还挺成功的 但是有的贩毒集团来了 就是说 说的很客气 对不对 说你看我有个小盲 让你帮一个 对不对 你看一般的这种墨西哥的 这种小企业敢拒绝 对不对 他没法拒绝 不能拒绝 拒绝就坏了 拒绝就出事了 对不对 所以 而且这还是有了身份的 那些要没身份的 那些如果真的 就从边境上偷渡过来的 翻了个山头 翻过来的 对不对 拔山涉水偷渡过来的 过来之后也没有身份 语言也不通 说实在在美国死了 都没有人知道 没有出入境记录 没有任何美国 没有任何他的文字记录 没有人知道这人是谁 从美国 从法律上 从官方来讲 这个人就没在美国存在过 这人就是真的消失了 拉外面沙漠里埋了 谁知道 你觉得他敢惹 贩毒集团吗 不是 就你在美国 你有身份 你敢惹贩毒集团吗 前两天 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 墨西哥有一个网红 非常有名 一个19岁的小网红 然后他父亲还是特别成功的一个商人 非常有钱 他是那种跟王思聪一样 炫富的网红 天天没事撒个钱 抽个什么 喝那种特别贵的那种威士忌 然后抽个大麻 春金带银 大金链子 特别牛 一个网红 19岁 有一次喝高了 喝高了 在那儿就是说当时有一个大毒枭 那毒枭之后被发现了 被通缉 通缉逃亡了 逃亡了 这个就躲起来了 他觉得这毒枭可能已经躲起来了 就是势力已经没有势力了 然后其他的毒枭已经起来了 已经把它替代了 是一个过气的一个毒枭 对不对 但是在那儿当地很有名 他就在那儿喝高了 在那儿19岁不服 我说谁谁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你怎么着 知道吗 你都不配给我舔屁股 好 第二个礼拜在酒吧里正喝 进来两个人 就在酒吧里 当当当也打死了 上来一顿顿枪 好像朝阳打了19枪 你就想这贩动机团 就在墨西哥228人敢惹贩动机团 对不对 而且以至于到了 我看前日还有一个 说抓了一个贩动机团的一个儿子 给他堵在一个超市里来 要抓捕他 然后他一帮保镖在那儿就拼死 保护他 保镖们不敢让他抓了 被他抓了 没法回去交代去 拼死在保护 然后被几百个警察围了 然后在这种时候 然后又来了几百个毒贩子 跟警察对干 然后最后越来越多 最后就说造成了 最后把一场警匪战 变成了一场军队之间的这种战役了 然后最后看怎么着 警方撤了 让他走了 觉得再打下去的话 伤亡死伤 伤亡太多 没有必要了 就放他走了 到了这种地步 对不对 你就想墨西哥的这种毒销 这种毒贩子 而且动不动 几百亿美元 上千亿美元的这种集团 几万人的这种部队 核枪实战的部队 而且他军事水平 武器装备 不比墨西哥军队差 所以实在要想跟他们干 就得把美军派过去 美军不过去 二八八的根本打不过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墨西哥 或者哥伦比亚 他们不想这个忌妒 是真打不过 这真的无锡弹药 军事车位都打不过人家 到了这种地步 所以就是说 美国这边 每一年过来的这几万人 很多人跟这些贩毒集团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们在这里面就是说 倒败人口 然后还有舌头 我之前还看见过一个 墨西哥那边 两个舌头集团不干了 就说他们倒舌头 不也是挣钱 然后一个舌头集团去了 把另外一个舌头集团 堵在那之后 把所有跟他 要跟他偷运的人 全部 把用这种塑料绳 绑着双手在后面 然后割喉 全部割 就是向你们 示警 你们不许跟这个舌头走 谁跟这个舌头集团杀无赦 墨西哥这真狠 这帮人 非常非常狠 所以这个来讲 我觉得应该 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就是真的是事实 美墨边境的这种人口走私 毒品走私 各种的这种走私 实际上它不是一种私人行为 它是形成了一种企业化 甚至一种集团化 一种的军事化 甚至有点就一种国家化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种封建王国的这么一种 一种党司 一种势力了 说在美国 从2016年开始 2016年还是川普在 就每年就有贩卖入境 做工的约有10万人 这还是川普管的时候 那时候一年就是10万人 他说就你这么算的话 这么几年下来也有四五十万了吧 对不对 他说美国全境均报告了 有强迫劳动和人口贩卖的这种案件 而且不光是在美国边境上 就往里面走 纽约什么的都有 芝加哥都有这种情况 说很多来自中美洲 不光是墨西哥 还有什么威利马拉 宏都拉斯 萨尔瓦多的 这些都是被贩卖的人口 受害人受偷渡团伙的诱骗 在缴纳高额费用之后 抵达美国 依靠做工支付偷渡费用 这个来讲 说实话 不光是中南美洲 我以前就听说过 当然现在很少了 这话说十年前 那个时候 咱们福州 福州就是所谓的这些 他们地方的一些帮派 有的就是 说是什么福清帮 还有其他的名字 就丁丁大名 咱们有这种舌头 帮助偷渡 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 我现在情况不太了解 我聊也都是差不多十年前的这种行情和这个事 8万美元给他们偷渡过来 偷渡过来 你要还钱 如果不还钱的话 想不止割掉 你多少年你不还钱 你跑了或怎么样 想不止割掉 就不跟你斗 不过当然了 一般来讲 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福州人 非常的勤劳 勤劳能干 这点是事实 通常 8万美元 一个福州人过来 两三年就还清 这个真的是非常厉害 这点你还得 既然你也得承认 但是也有个别有一些可能染上了毒瘾 染上的毒瘾 毒毒 这一沾之后还不上 被割了小拇指的也有 但是这个比较少 但是就是说中国也有这种舌头 也有这种事情 我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少了 中国现在发展也不错 福州发展也很好 现在很多要成福州本市的 都不愿意出来了 福建现在要愿意过来 其实也是福建的一些农村 我觉得偏远的一些农村 福建几个大城市 据说现在发展都不错 很多人也不太愿意出来 也吃不了这个苦了 现在很多福建年轻一代的小孩 已经远远的吃不了 就是说他们上一代的吃的那种苦 所以就慢慢的舌头 因为没有人走了 舌头也就慢慢 也就少了 但是中南美洲还是比较多 你说 对 你说这个我想起一个事 就是在纽约的机场上 我没有太注意 但是在拉斯维加斯的机场 到处都是 尤其是卫生间 到处贴的都是广告说 你是不是被贩卖了 有这个电话你要打 就是拉斯维加斯 可能是离南边 比较近 比较近 然后我在纽约 我不记得以前我对这个也没有印象 也没有注意过 但是到这里之后感觉到处都是这种新闻 就是这种广告 新闻 因为我们现在连边离边境太近了 对 各种语言吧 反正上面有中文 什么墨西 就是西班牙语 英文 都是这种 下面几个美墨边境这边 反正几个特别就是说喜欢贩卖人口进来的几个州 加州当然就别提了吧 那边他也白左 很多他就是屁股城市 大量的人往那聚集 然后就是这个 埃里套拿 还有德州 西墨西哥 对 这都离我们都是比较近 都离我们比较近 所以我们这儿也有这个问题 这是事实 所以这个贩卖人口屡禁不绝 川普时期在川普的高压之下 可以说是近几十年 美国这个贩卖人口是最少的时候 但是还是差不多每年也有10万 拜登现在基本上就一个月10万 差不多这意思 但是现在一个月10万打得住打不住 我们也不知道了 拜登这个简直是找到乐了 好 接着说 当然这是说美国 然后再说 说美国的一些大型的农业的企业主 农场主 他们诚心在雇用的偷渡团伙控制的奴工 但是他们声称对偷渡和强迫劳动并不知情 所以反正中国就说 你说我们新疆抵制新疆棉花 你美国这种农场主 用这些墨西哥廉价劳动力 用一些墨西哥偷渡过来的 或者被舌头强迫 偷渡过来的 在你这干活的这些人 你是不是也是强迫劳动 也是奴役劳工 你是不是应该抵制美国的农产品 对不对 你拜登为什么放着本国的劳动力都给养肺了 拿高福利给养肺了 他们不干活 吃补助 吃救济 天下家躺着 然后从美国编农场上 弄了一帮廉价劳动力过来干 你们民众党要点脸吗 把美国的脸都丢 真的把美国的脸都丢尽了 我说实在的 你看昨天说加拿大 我还能帮加拿大说一句话 说拜登 你要我说什么 你拜登真的 拜登为什么这么搞 知道吗 就是这帮人进来了之后 这帮人75%都投民党 所以他玩命让这帮人进来 然后他玩命给那些 就是说低收入的这些 非洲裔西班牙裔 发补助 有了身份的 就玩命给他们发补助 发福利 不让他们工作 然后把那些工作给这些人 然后那些人拿了钱之后 也投民党 因为福利高 不用上班就可以 在家里生几个孩子 就够吃够喝了 公共党来了 川普是什么 川普说你只要能工作 你就别吃福利 你是公共负担 你逼自己工作 才能够拿福利的 逼着他们去工作 你想那帮人能喜欢川普吗 给你你喜欢吗 民众党说你不工作 就发给你钱 同样发给你钱 川普逼你去工作 你不工作就不给你发钱 这个救济也是 川普的原先的说法是什么 发救济金这样 我可以发钱给你 我发钱给你什么 你知道吗 补这个税收 美国收税 各个州不同 差不多2%到35% 有的高点有的低点 就个人所得吧 差不多你挣了10块钱 最后差不多有25块钱到35块钱 可能就交税了 川普说这样子 不是疫情了吗 给你发补助 可以这样发 比如说你挣了10块钱 你应该交2块5的税 2块5你不用交了 政府推税给你 给你 等于给你增加了25%的收入 但是如果你不工作的话 我就不给你 你明白这意思吗 他逼着你必须得去挣钱 你挣了钱 你挣的越多 你的补助就越多 比如说我这一年 我应该给你就是说1万美元 对不对 你如果你只挣了 就是说2万美元的话 那么25% 我可能只能给你补那5000美元的税 另外那5000美元 你没这让手 所以就逼着你 你要想把另外那5000美元 挣到手 你就必须要交4万美元的税 对不对 你才能把这1万美元的 彻底补助都拿到手 对不对 等于就逼着你去工作 你一看这个 我合适 我原先我干一个小时 我挣7块5 我现在我干一个小时 我挣10块 对不对 而且如果我再多干一个小时 我还能再多挣2块5 政府补助 我要是今年 我要没干全这个时间 那个钱我就挣不着了 对不对 逼着你去工作 这是川普干的 拜登干什么 不要工作 就发给你钱 而且你要一工作的 由于你工作了 你有了收入 你收入高了之后 这补助还不给你了 这么一看的话 那我工作了 我还拿不到补助 我不工作 我能拿着补助 那我就不工作 对不对 川普是把人都逼勤快了 拜登是把人都逼了 你这么搞下去 这美国 这不是药丸是什么 真的是美国药丸 然后再看 再看英国 说英国 光2018年 就有13.6万人 遭贩卖 进入英国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我们大家都记得 2019年的10月23号 英国 埃塞克斯货车事件当中 他好像后面开了冷气 他忘关了 导致这里面冻死了 39个越南偷渡者 导致越南偷渡者 刚开始出来之后 说是中国人 后来看来不是中国人 都是越南人 对不对 我们当时也报道错误了 当然后来我们也赔了歉 对不对 主要还是BBC 不要脸 跟BBC走 往坑里掉 说就能看出来 有大量的偷渡者 进入英国 就是说这辆车是死了 抓着了 没死的话 这车一天进来好几辆 这一年进来多少人 进来好几万人 对不对 都在英国 也是干那种 见不得光的工作 跟奴隶也差不多 就属于半奴隶 有的就是性奴 不是受到劳动剥削 又受到性的剥削 对不对 说你英国和美国 这种事少吗 你为什么不管 很多的时候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不对 你包括德国的默克 为什么招收了一百万 中东的难民 他需要这种联压劳动力 当然美其名曰 是我什么仁慈 我善良 但是说实话 中东是你们捣乱的 要不是你们把中东捣乱了的话 哪来的一百万难民的 对不对 说句不好听的 如果是心眼不好的 还觉得你需要廉价劳动力了 你就去把中东的 胡耀彤点燃 让他们打 打完之后 你再收 把这个廉价劳动力 再收过来 对不对 你要是坏心眼 肯定是这么想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拜登也是 这些人本来应该留在墨西哥 建设墨西哥的 什么菲利马拉 红拉松 萨尔瓦多 应该建设的 你把他们的年轻人都吸引到美国来 给你通常廉价劳动力 他们的经济就发展不起来 发展不起来 他们年轻人就只能还要再来你这 对不对 你不等于就在帮美国吸取一些廉价的 非常低廉的劳动力吗 对不对 你这个跟当年到大陆 什么 骗猪仔 你知道吗 到大陆不也是吗 骗猪仔 让大陆弄华人的猪仔来美国修铁路 当时就是说 号称是美国的每一根铁轨下面 都有一个划工的尸体 就到了这种地步 你现在跟那个时候抓黑奴 抓猪仔 有什么区别 你不等于还是骗这帮中南美洲人 来给你充当离亚劳动力吗 然后 而且 不抱歉 而且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上 发现拜登的羁押难民儿童的 各种反人类的操作 这个之前我也讲到了 截止到6月下旬 美国联盟政府在美墨边境 收容和拘留了约1.6万名 无人陪伴的 没有人陪伴的未成年的儿童 当然 这个还是由于德州州长 我觉得他就是说清理的一部分 就不让这么搞了 谢谢老爸 我来喝口水 所以呢 说实话 这个事来讲 被中共指责了 我都不想替拜登说话 美国这么做 真的太丢人了 而且 什么年代了 还做这么丢人现眼的事 我觉得 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拜登也好 民主党也好 真的就是在回了美国 真的是在摧毁美国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我们翘首以判 四年之后 什么的肥王 肥王 胖川普 能够回来 重新的整进美国 而且前两天 网上有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去搜看一下 川普已经回来了 回来了 开启的第一场 这个就是说巡回演讲 为两年之后的中期选举 已经开始造势 现场真的是热火烧天 你看看拜登现在出去演讲的 现场的气氛 现场的视频 你再看看川普的 你就知道这场选举到底谁赢了 现在都时过境迁的 你看看川普 就到现在了 按理说是败选的总统 你看川普出来之后 跟一个胜利者是一样 你再看看老百姓 对川普的那种热爱 川普到了任何一个地方 老百姓提前几个小时 就在那里去 就开始就抢座位去等 对不对 所以 民主党这一次真的 他们用这种卑劣的手段 我觉得拿到了总统 最后还几万名士兵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 对美国的伤害真的太巨大 而且对美国的民主的伤害 是多么的巨大 中共有天安门事件 美国就有国会门事件 到现在 当然有些白左 有一些人 我们一提这个事就不高兴 就要替白左洗地 我说是实在的 是不好听的 国会上 这些美国的爱国者的鲜血 还没有粮 你就开始洗 你洗可以 你好歹你等他血凉了 再开始洗 对不对 老公的八九六四 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洗 也是过了几年才开始洗的 对不对 这他刚过了 你1月6号宰的人 他刚过了几个月 对不对 你们就开始洗地了 血还没凉了 你们也太冷血了吧 对不对 我说实在的 对民主的伤害 而且上来了之后 这种打开了美墨边境 为这种犯罪集团贩卖人口 贩卖毒品 打开了 真是敞开了美国的国门 而且当然我承认 很多美墨边境的这些农场主 还有一些需要用劳动秘籍型的企业 招工就不难了 这是事实 但是说实话 你们的竞争力完完全全 就是凌驾于这些人的血 可以说是血泪之上 血汗之上 没问题吧 这人每天工作 可能12个小时 14个小时 挣的那个钱 连你美国工人的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都没有 我就觉得拜登 你作为一个美国总统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算了 不说了 不说了 越说越感觉美国要完 这线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